大家好 欢迎来到飞驰圈 我是姚姬 我是村长 没有诺里斯 不敢站队 你说麦克斯还是诺里斯 现在也不是不敢 其实我是不太 我们毕竟也是经历过战乱的时代过来的 所以现在这种 我看观众们骂起来的套路 我看起来都觉得 这都是我当年骂过的 现在经历了21年之后 我相信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 毕竟还没有到 这才哪到哪 对 所以说刚刚经历过了2024年的奥地利战 诺里斯加麦克伦组合是持续的给我们带来 有意思的前面的激烈竞争 请大家在这儿用弹幕 我看我指的对不对 是这儿 给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打一个分 10分的话是满分 0分的话是特别无聊 那么你的评分是多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9分的比赛 我还是给8分 我问你 2016年的西班牙精不精彩 伟不伟大 但是其实他发生的事情很少 但不在乎数量 要在乎质量 这一定是会被历史铭记的比赛 它有可能是某一个时代的开始 或者某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给我的观感 抛开它的潜在历史意义的话 总体的观感就属于还行 属于轮对轮多 轮对轮激烈 但是轮对轮质量也就那样 那我们就指 我不同意 我觉得后面那实际圈看得我惊心动魄的 对吧 而且我觉得诺里 有点太早进细节了 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肯定是大家都想讨论 就是诺里斯跟韦斯塔凡 这两个人的去逗 好 我要先立一个fly 最近我在读一些佛教的著作 我觉得很有收获 佛陀就教导我们说 其实每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样子 人就是由无数的自我而组成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无我的境地的 所以说大家表达的都是各自带有有色眼镜的观点 不要太过于认真 不要总在找寻的其实并不存在的公平和公正 好 我的flag立完了 我们开始骂人吧 好 来 先骂谁 来 你来定一下 我觉得不是骂人了 我是觉得这个事对于诺里斯来说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看到他出了这个事之后 我说这是好事 对于诺里斯来说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因为对于诺里斯来说 他在这个瞬间才终于知道了 当一个真冠车手是什么样的感觉 尤其是和维斯塔潘真冠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 我觉得这对于诺里斯吵事 对 我觉得也是 我非常认同 这个奥地利战 似乎都是很多人开始醒悟的那一个瞬间 在摇替2019年当时 这个多少年以来 本田的再一次F1首胜 也是 当时维斯塔潘跟勒克莱尔 也是这三号玩 来了那么一回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英国战就看到了 勒克莱尔跟维斯塔潘是多少圈下面的较量 这先是提一句让我很期待下一场比赛 英国战没有理由认为迈凯伦会很有依然的竞争利 对吧 不是这个句式说起来就现在就范儿都变了 我们没有理由 这是咱们F1专属 我们没有理由 你听他说没有理由就是一铁佛斯 有很多人是法拉里黑的对吧 所以我很期待下一场比赛 然后这就也是说到了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伦对伦它激烈 但是不精彩 就是又回到了我们俩一直持的不同的观点 就是村长觉得只要贴近了 有互相的超车就是好看 但我觉得我更欣赏 你不要瞎概括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总结的太泛泛了 那你来 什么叫这个贴到一起就是好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个精彩是 就是诺里斯在维斯塔盘身后 伺机而动的时候 他在转他的小脑子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的那种思考带给人的紧张感 是更加的有趣的 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本场最精彩的 就实打实的在赛道上面的超越 是Alpin的内斗 但是我觉得诺里斯和维斯塔盘 由于他们是在争冠 由于诺里斯在维斯塔盘身后 由于维斯塔盘的车速不是比诺里斯要慢一点 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诺里斯在他身后紧跟着的时候 这种紧张感 是任何的这种赛道技术性的超越 比不了的 而且诺里斯的下手是比较拿定了之后一锤定睛的 这个是我觉得超车精彩的原因 好吧 那就是我们 这个我不否认 它肯定是精彩的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说24年的前七八场太过于无聊 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有对于冠军的竞争 就很开心很激动 但是就说这个纯说超车的水平 两个人我觉得给出来的其实也就都那样 但是我觉得这块也并不是只是在说车手 因为为什么两个人都是说内线扎下来 有点鱼雷 有点缩死轮胎 因为奥地利这块超车它就这两个位置 就是三号弯 然后四号弯 然后有一个DRS的反制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说 赛道能够给轮对轮超车带来的提供的点 在银时绝对不只是这样 因为银时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走线 比如说Lafield Brooklands 1 比如说Koffs 1 这个是很经典的 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来一个多少个G的事件 所以就是激烈 肯定是激烈 也是大家肯定喜闻乐见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赛道的特性 让这两个人他们不得不只能选择来去拼命的晚杀车 然后将对方挤出去 但是超车的动作本身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观赏程度 就远没有19年时候银时 勒赫莱尔跟韦斯塔潘那两个人斗那样的精彩 OK 我觉得这是一点 我们分别持有不同的观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 看看我们两个会不会持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韦斯塔潘在这里 交给了诺里斯一件事 我觉得诺里斯现在应该也能够理解了 就是你在真冠的事情面前 就是没有人会在乎说这个东西违不违规 他只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违规几次会吃到罚食 这个罚食对于结果来说 对于我来说是值还是不值 比如说当诺里斯在说 韦斯塔潘在刹车区变现 这个错了吗 这肯定错了 但是你在真冠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把你刹车区可以变现 但是裁判还没有罚你变现之前的那一到两次 用到了 这个才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这个竞争的时候 大家往往处于的状态 包括像韦斯塔潘对吧 在21年的巴西也向我们展示了 那种把这个 为了防止你超车 把你整个车挤出了赛道 我的代价有可能是一个五秒阀石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 这个被你超越 但是对于韦斯塔潘来说 被你超越肯定丢冠军 一个潜在的五秒阀石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对于韦斯塔潘来说 理性的判断也一定是 把你尽量的挤出赛道 防守住这个位置 因为丢了位置 那一定丢冠军 不丢位置 吃阀石不一定丢冠军 你看 我们如果韦斯塔潘在那个弯角 没有做那个动作的话 马上诺里斯来了五秒阀石 这个是韦斯塔潘 没有预测到的 所以说我认为 在这样级别的争夺面前 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用到极致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 诺里斯在这场比赛之后 能够新学到的知识 确实是这样 然后这块其实也是提到了 红牛当时没有去 及时的给韦斯塔潘去提醒 诺里斯有一个潜在的五秒阀石 这是一个 他们也承认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因为如果韦斯塔潘有这条消息的话 他的轮对轮的操作 肯定就完全不会这样的激进 那么就说回来 这一个动作本身 也刚才村长有提到的21年 就是在有冠军作为成败 就是冠军成败之间的时候 不把规则用到极致 可以说就是有点差点意思 就亏了 对啊 就是甚至说不配做赛车手 这时候说的稍微有点过 但就是 你这个太严格了 但就是赛车就是干嘛 就是在赛道上面把规则用到极限 把赛道走到极限 对吧 那你说赛道的话 你要走到哪 你就是走到你轮胎江江压的白线上 那你才是推到位了 有朋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 大家在讨论 就是到底是要冠军还是要脸 就是对的 就是最好的情况一定是既有冠军 还要脸 但是这两个几乎是不可能存在 你往往只能二选一 那二选一的情况下 你是要冠军还是要脸 这个我相信大家内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选了冠军 除非是可能对方的脸 对吧 你咱们说要脸 是要自己的脸 还是对方的脸 假如像22年那样 就是对面法拉利 这个非常的给面子 那种情况下 就可以既把冠军拿了 还站着 就是对手自己就给送了的话 这不就 法拉利 两全其美 但就是像21年这样的话 你觉得勒克拉尔还想 这个冠军还是要脸的 连魂都没了 你看了他采访的眼神 对 然后他们俩站一块采访了 就很有节目效果 所以就像21年 就是维斯塔班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竞争的时候 那颜面脸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啥关系呢 只要规则允许的情况下 就算是规则说的不允许 但是不罚的情况下 那就做呗 对吧 当时巴西战把人家挤出去 然后就是汉密尔顿维斯塔班 我们这一回 就是好久没有看到维斯塔班 就是他的整个驾驶的状态 我的感觉就很限21年的最后几场比赛 就是很有点绝望 当然我其实觉得他其实也不绝望 但就是在这场比赛的上下文来讲 因为他很明显车要慢很多 后面诺里斯来势汹汹 如果防不住的话 他肯定冠军就丢了 维斯塔班很希望能够在 这个算是红牛的主场 能够保住这个冠军 所以说各个方面都走得非常的极限 不管是刹车还是防守的动作 还是对于车辆推进的状态 以至于出现了这么一次的 一个小擦碰 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欣赏 这个维斯塔班的 至少一部分人欣赏他的点 就是说当车没有争贯速度的时候 维斯塔班是决定成败之间的点 对吧 我们就看佩雷斯 佩雷斯这回侧枪有个洞 所以不是特别好说的 但也能说的 好 我们一会再说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话题聊完 我们刚才说 你是要冠军还是要脸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他们这里 显得也很重要 就是友谊 上一周 刚刚维斯塔班在做采访的时候 请你列出围场里最好的三个好朋友 第三名佩雷斯 把佩雷斯都搞懵了 赶紧回改自己的答案 怎么维斯塔班居然写了我 我没写他 第二名李卡多 第一名诺里斯 那么我们是要看到友谊的小船 就这么坠毁了吗 这个私人飞机以后到底是能蹭还是不能蹭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我要再说一句 我说什么来着 三场比赛之前 我说维斯塔班笑着看诺里斯夺冠 这种表情还能持续几场 我当时说的 我记得好像说的是三场 我说什么来着 好吧 很开心看乐子人看的好乐 奥地利战友谊的小船 当然2019年的时候当时勒克莱尔和维斯塔班其实也不叫友谊的小船 这两个都属于小时候逗得凶 但是诺里斯跟维斯塔班大概也是差了小半个时代 虽然年纪只差两岁 但是维斯塔班比他早近了三年 我觉得维斯塔班对诺里斯有一种那种诺里斯是那种女神cool kids 然后维斯塔班就属于一直想扒了人家一起玩 因为感觉诺里斯的好朋友还挺多的 但是维斯塔班好像就老想扒着诺里斯一起high out的一次 你有没有感觉到 每个 你想我认为维斯塔班写诺里斯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但是诺里斯如果要写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不会是维斯塔班 因为诺里斯确实有一种酷小孩 学校里面那种比较酷的小孩的感觉 对吧 维斯塔班就是很直愣很执拗 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一定不是the most popular kid 属于闷头 属于闷头学习 然后每次考试拿一摆的那种 对 anyway 所以私人飞机能蹭吗 不知道 大家有知道有看到吗 这次从奥迪币回去 咱们车迷飞友不是一家吗 赶紧查一查他那副私人飞机的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驚庭英国 还是他应该是不是就直接飞英国了 还是还回富翁家 有道理 这个友谊到底我觉得应该不存在 不可能了 这还 主要是他是Max的飞机 Norris不好意思去 他不可能问 维斯塔班 我觉得你太过分了Max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但如果你飞机还飞英国的话 反正 但是毕竟我们下一场要是英国 不如你再拉我一个吧 太拉了 这块说到飞机很神奇的 就是拉塞尔跟头哥两人的友谊 就是感觉是很random的一个对吧 他们两个 谁上了谁的飞机 应该是头哥吧 拉塞尔现在应该没那么有钱 因为头哥看我拉塞尔这个 汉米尔顿干的啥 真棒 看到你仿佛实现了我的梦想 好好好 你跟我 对 汉米尔顿这个是一个共同的连接 你们觉得我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我这可能不是开玩笑 因为阿隆索长期观察下来 他确实是有这种非常奇怪的小心思的人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去讨论细则 其实就是现在挺好的 我们来去讨论一下他潜在的影响 那就看看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事故对于下半个赛期 因为目前来看就是麦卡伦跟轰牛了 下半个赛季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点呢 就是在 对 我等着接你的话了 等你这句话说完 那我这句话说完 就是在19年的时候 勒赫莱尔的一个明显的分界点 就是19年的奥地利战 19年奥地利战之前就还有点 对吧 刚刚上法拉利 作为最年轻的法拉利车手之一 上来跟维特尔做搭档 感觉速度挺快 但是有一点点害羞 19年之后就 也不叫不演了 但就是完全的放开来了 英国战就是那几下 跟维斯塔班的凶狠的程度 是非常的精彩 再加上之后的斯帕和蒙扎两场胜利 我很期待下半年 诺里斯会不会经历一样 当时勒赫莱尔那样的蜕变 你觉得呢 你觉得会有吗 那得 你就非得让人家走上 好吧 我觉得 我认为你有点强行 你非要把法拉利带到这个局面里面 跟法拉利有鸡毛关系 没关系 我只是说了赫莱尔个人的成长 对 好 这个 我觉得还是 这个 可以看得出来 通过这个周末 包括之前的表现 这个赛季 红牛的车队冠军应该没戏了 是的 你看冲刺赛的时候 二打一 这个麦凯伦干红牛 干维斯塔班 真的有很多机会 冲刺赛的确实是维斯塔班 这个干得不错 然后呢 就在后半程呢 找到了自己应有的节奏 所以带回了这个冠军 那其实呢 如果昨天的排位赛 不是因为 皮尔斯特里最后一圈被删了 那他第三名发车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 不会让诺里斯 对于维斯塔班 有这么强的进攻的欲望 他们会有很多的团队战术可以打 所以我觉得呢 这样的情况 对于皮尔斯特里来说 只是个例 但是对于佩雷斯来说 是每天的早晨 是的 Every morning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下半赛季 这个麦凯伦一定会围绕车队冠军的争夺 而跟红牛打出战术 所以说我认为下个赛季 下半赛季不一定 我们还会看到很多 诺里斯跟维斯塔班 个人之间的非常激烈的争夺 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麦凯伦 在战术上面 单杀一头牛的这种玩法 对啊 这个就很像是 其实大家每次都说 佩大师这个21年的怎么着防守 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 也不是大部分吧 一半的情况下 佩大师也不在 人家都是两辆没奔来去干维斯塔班 所以说就佩大师 这个墨西哥赞助确实是相当给力 别大师了 佩师傅 给你赛了多少钱还大师 说顺嘴了 佩师傅 对 这是一个大师陨落的时代 OK 所以说现在的话 红牛的积分355 然后麦凯伦的积分 其实 麦凯伦积分其实还差挺多的 268和355之间 差了快100分 但是 四个DNF 卡住了 整个卡了 看来比利时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 德国 也差点意思 德国 对 怎么办 欧洲就是 你刚才还喷这个国家 说这路修的不咋样 其实已经到下一个国家了 对 刚才我过来 德国都没 不是说这段时间欧洲被德国有检查吗 刚才一个没碰着 我最近我在新疆库尔勒 现在相离 大家听说过 而我今天听到一个我很久没有听到的说法在新疆形容一个地方很小说一个囊滚到底就一个囊滚一圈就到了 听懂这个意思吗 在比利时的话是什么一个waffle滚一圈就赶紧吃一个present anyways我们说说说回来这个车对冠军的话在之前车那么好的情况下佩列斯都是这种级别的发挥现在车没有那么强的优势了 我不期望佩列斯能够怎么样 那就说车手冠冠军呢 车手冠军你觉得有可能有去竞争吗 这个赛季没有 我觉得这个赛季还是让诺里斯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叫争冠比较重要 这个赛季 就是维斯塔潘现在他已经是提早的就早早的已经到了这种非常全面的一个高度了就是在全方面没有短板 但是诺里斯的话就这几场比赛在麦凯伦车这么优秀 而且还不是大家别人说这么优秀 是他自己说麦凯伦这车这么优秀的情况下依然有这种就还是能看见有一些缺陷吧 就是确实因为诺里斯进来这些年来里头确实没有什么太多能够让他去历练的 人家勒克莱尔其实都好几次了还要说一个问题 这场比赛的机会是红牛的右后换胎工给的完全是他一手 我跟你说F1应该把奥地利占收入的50%就发给这个换胎工 要不是他这比赛就毁了 对这场比赛确实 对吧就没有安全车 左后大家提醒是 左后我看的镜像 嘴上往躺反了躺的床脚 那这个左后换胎工的话 不知道在之后 因为每次这个红牛他平均下来真都是特别快 但是我记得当时是哪一场 他还这么精准的换了一个正好给这个比赛留下了 这么完美的悬念跟拼搏的时间 因为他再慢三秒钟 为斯塔盘跑到诺里斯身后我就追不上了 因为诺里斯这场快 但是将将好卡在 说明这个红牛的整合意识还是很好 我怎么又卡了 正在偶封处说带宽就这样 现在可以了 安全车带领下 我们现在重新回来了 我突然感觉到那些正在推的车手 被安全车的时候的那种 一下气馁的感觉 确实挺不爽的 是的 我们说回来 我们说到哪了 刚才我那圈的成绩还做的挺快的 结果出黄旗了没给我算 现在好压抑 好 没事 安全车重启 我们现在对吧 我刚才15秒的领先就这么没了 就压走了 好 感受到了 感受到 待会儿就可以说到4.824小时的一个梗 这个我们之后说 那就说车手过那就这样吧 我们把积分这个弄一个小总结 就是这场村长觉得诺丽丝应该追不上 但我其实觉得 我其实觉得也追不上 就去看看吧 因为诺丽丝现在处于一个压力不大的环境 赶紧给练练 因为否则一下子上来就上这种全年的高强度的对手 还是韦斯塔班 这他肯定干不过 所以说今年在这种 对吧 大家都不对你有任何期待 就是 哎呦居然能跟韦斯塔班争一争冠军 这就已经达到达到大家预期了 这种低预期的赛季 赶紧练好了 下一年或者之后2026之后 这个跟韦斯塔班争 我觉得诺丽丝是有这个潜力的 但看就能不能修炼出来 好吧 那我们还是聊聊佩雷斯吧 那有啥 我觉得不能留啊 不是你这你这你这太拉了 就是已经拉到 当年红牛大挪伊之前的加斯利 也没有跑成这样 就就差不太多 就是一个平均下来 0.6到0.7的单圈排位成绩 差距 对但人家诺丽丝当年是23岁 你佩雷斯已经34了 对吧 那你也没潜力了呀哥 所以这就是当时我 我那个视频里头其实也说 就是问题就是在于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能够站在佩雷斯这个位置 然后立马就能干得比他强的车手 反正诺丽丝现在肯定挖不过来了 对啊 所以就还有谁呢 我们就说嘛 脚田 对确实脚田 劳森 李卡多 现在都不行的情况下 我要是霍纳 我就得想办法把 其实我甚至觉得霍肯伯格是一个 他确实在哈斯这个车里面击败了佩雷斯 我觉得像霍肯伯格或者是 佩雷斯的车里 你是说之前印度力量 对啊 没有啊 他这场比佩雷斯快啊 OK 这个霍肯伯格第六佩雷斯第七 你这个时间快 我在想的是十年前这俩 这俩哥在印度力量里头 这个当时是佩肯伯格排位快点 佩雷斯正在强点 好对 我们在2024年 这俩也是很神奇的斗在了一起 就是这场正赛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加斯利 也是包括没有和席位的奥康 我相信奥康在红牛的表现一定比 当然他可能加盟红牛也是一步险棋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险棋 我觉得红牛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真不觉得有谁能够 就是能选的这几个人啊 不一定能够来 立马就比佩雷斯强这么多 因为就是之前的加斯利 之前的阿尔本都差不多 就是大家回去看 其实真的都差不太多 佩雷斯我们大家说他好的时候 还有没工作的塞恩斯呢 所以说就是塞恩斯是 绝对都比佩雷斯好 我觉得塞恩斯唯一一个 有可能是提升的 但是 好吧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也达成不了任何控制了 我就是觉得塞恩斯那个跑出来 他不光是那种 就是他是那什么呢 就是又慢又没有自信 又气馁了 就是你哪怕 比如说或者再加上运气也不好 这个就是我 车队理解 过往成绩 什么都有 但是现在拿出来的表现 排位赛不行 正赛不行 啥啥啥都不行 我怎么感觉我之前一直是 这个佩雷斯大黑子 就是每次都说佩雷斯差老远 到现在的话又变成了 这个给佩雷斯找不了呢 就我甚至 对肯定是 那我这个当年 我忘了我是什么粉 对你是啥粉来的 反正是变了 反正老得变 我甚至觉得现在的巨大的差异 其实依然是维斯塔潘的强大的实力的体现 而不是佩雷兹不行 因为佩雷兹 加斯利 阿尔本 这三位车手 我们都看到过他们三个人在其他的非红牛车队的优异的表现 那共同点 没有真观的 没有多观级别的 那倒也是 但就是没关系 这是一个聊了几年了也没聊不出结果 全人家还许约了的话题 咱们有关就别自讨没趣了 还是讲讲这儿八经有戏的转会市场 佩雷斯还是比较稳的 虽然我非常不喜欢他现在的表现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人家刚硬 佩雷斯我觉得他们假如硬要换的话 是可以买断他的车手的合同的 但是确实这应该是1加1 肯定是1加1 不可能是直接铁两年 这个太不保险了 但就算是1加1的话 就是有钱 虹雷斯不是那么缺钱 对吧 硬是要买的话应该买得动 我们来说其他的车手市场 什么都没发生 依然在猜测 别人夺冠 且没有任何心得 拿到了Prima今年的第一个领奖台 也是第一个冠军 这个我们可以在F2的环节再聊 放F2角落 我觉得这事意义不大 对是 但既然车手转回市场没发生啥的话 我们就跳呗 反正跟之前也差不多 加斯利续约了 然后脚钱续约了 不对 不是 不是加斯利续约 然后还有他斯托尔续约了 就是我那个视频里头开场说的 这俩个就不用想的 肯定是甜甜 就是他没有百分之百定 也百分之九十九 这等于没发生 那我们就要不直接跳 我们等这个稍微有点吃 还有人想聊一下周冠宇 这周有一个唯一的新闻 是说他在赛前的采访里面说 我觉得在一个车队当一年储备车手 也可以只要能够确保26年的席位 这句话我觉得不太好 不太好 听起来不是很妙 因为感觉现在储备车手 也是一个他开始seriously严肃的考虑的事情 而且我并不认为任何的储备车手可以给你guarantee26年的席位 杜伟就是除非是签那种我们听说的劳森的那种合同 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如果没有确认某年某月 没有确认你就没有席位开了 乱入了一手 除非是签这种白纸黑字 记得盖章 点名一下阿尔拼的律师团队 记得盖章记得签字 如果没有签这种合约的话 确实人家吹得再好 波切尔被索伯忽悠了多少年 现在还是没有 还真别说有戏 我觉得波切尔如果现在塞恩斯不去奥迪的话 还有一个位置 大家我看很多人对塞恩斯一直在等很反感 我觉得确实 因为塞恩斯的干嘛 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剩下的所有的位置的变化 但是你想对于塞恩斯来讲 这都不是啥好位置 他塞恩斯的话 他其实是对于这些弱的车队来说 他是手上握着牌的 而且这些小的车队他也没有那么着急 说对吧怎么着定 所以塞恩斯他能够在这儿再晃荡个一两个月 假如拖到冬休的话 我觉得车队肯定等不及 好那就聊F2吧 F2先跟大家过一遍 这个周末发生的主要的事情 你看了吗 我没怎么看 但我知道他俩又熄火了 就是这次熄火了很多内力 首先排位赛的时候 大家肯定也都听说了 贝尔曼拿到了冠军这个事 但是前提是他排位赛拿了第九 所以他能够在冲刺赛是正数第二名发车 然后发车的时候也不错 抢到了第一名 然后拉开了一点距离 然后最后虽然被追上了 但是没有被抄掉 所以拿到了这个非常的珍贵的冠军 让我感觉到叫什么来 聊胜于无 所以对他的整体的积分形式 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毕竟是从第17名往上追 但依然贝尔曼还是保持的 F1里头排名比F2高 对 然后另外一位大家非常关注的 AKA是第14位发车 第15名完赛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 没有 但是我觉得冲刺赛的时候 这个Paul Aaron完成了一个20多圈的短比赛的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超车 完成了一个精彩的一超二 然后他这周也是继续领跑积分榜 Paul Aaron来自爱沙尼亚的小伙子 也是第一年跑F2 就是我为什么要提他呢 是因为这个赛季有太多的人表现 比贝尔曼跟AKA好了好吗 正赛 正赛特搞笑 就是不知道是天气原因 还是赛道原因 还是这个车 这个统规车的问题 暖胎圈 三个熄火 推回去了 正赛 又一个熄火 Meloni 然后呢 AKA 在比赛跑着跑着一进站 又熄火了 就是 来 咱们的CTO先生 请问 发生了这种大量的各个车队的赛车 都在比赛中熄火的问题 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有可能是离合器的咬合点设置 但更有可能就是 这就很常见 F2 大家之前没看过吗 不常见 这个赛季就是在这场比赛 出现了 就是这场比赛的正赛 出现了大量 这个赛季 是 但就是总体的F2 车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是非常的拔尖 反向拔尖 不过确实 这样你体会到了 这些什么问题 其实F2这些熄火 各种各样的车辆问题 让你知道了 为什么法拉利 大家都说品控不行 因为这车 如果只造20辆 那么它的品控一定不行 法拉利造了几千辆 其实也不行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说 这个丰田不坏 对吧 因为人家造好几百辆 好几百万辆 所以人家品控确实是好 对 你造好几百万辆的话 你可是受不了这种百分之一 就是千分之一的故障率 所以对吧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这应该是车的问题 每次都是车手的问题 然后我在这车的问题 这回 对吧 就是F2 也有可能车队的问题 对吧 有可能是调教 有可能离合器 咬合点 有可能引擎转速的保护设置 都有可能 但是多位车手的同时出现 我觉得这种确实很大概率 还是车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AKA水平不太行 已经板上钉钉 我觉得坐实了 这个贝尔曼可能还是受到车的影响因素要大一点 等等 反了 全年的排位和全年的下来正赛的不是AKA比贝尔曼强吗 而且AKA还是跳起贝尔曼第二年 我一说讨论这次就特难受你知道吗 因为这俩都不太行 都不太行的情况下 就是比如说去年的哈斯什么之类的话 21年的哈斯 对吧 米克跟马泽平这都不太行 但是明显一个比另外一个要强 但是这一场的话 贝尔曼总算是雄起了议会 排位成绩 然后包括总体还不错 对 但是大家能不能多去关注一下 Paul Aaron或者是Hedra 人家真的挺不错的 为什么就这么的忽略别人 所以我的推测就是 车队们总体来说不是啥子 我们在这好奇 为什么他车队们不关注 或者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新兴和优秀的车手 既然车队们没有去在意他 我觉得肯定有他们的理由 对吧 否则的话 我不同意 你的观点就是领导说的 自有他自己的考量 我们这些屁民就应该闭嘴 对吧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一些人比如说 aka没奔花了那么多钱 一直笃定自己的 包括没奔的内部 那些做轻训的 对吧 也会说我们这个车手太棒了 我一定忽悠马桶 马桶狼斯基也夸了这么多海口了 他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走回头路 说我也许错了 我也许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但是这个在之后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标杆 这还不是说你说某个项目怎么怎么样 吹一吹 然后说这指标 对吧 比较模糊的指标 这明年假如要上来的话 是有明确指标的 你上来之后 aka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不是 他成了F1车手之后 就跟轻训没什么关系 轻训就去培养下一代 Oh by the way 梅文轻训人走了 那个安布罗西奥 对吧 对他之前是负责梅文轻训的 他去法拉利当副领队的 安布罗西奥 对 安布罗西奥 是啊 可能就现在大哥也走了 咱这个活怎么干 先接着干 那还能不干了 咋的 所以让我们又来不同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在看这些车队和总体的决定的时候 我的预设是车队们是理性的客观的用数据说话的人 不排除有些领导们确实就 哎呀这德福里斯小伙子跑真好 明年来 但是 我跟你说再合理的计算 再那个 你但凡就是这件事我还是比较有体谅的 因为我身边有人天天就给我吐槽这种事 对吧 这个我有朋友是做这个咨询的 天天就是用非常理性的判断跟思考 给各种公司的各种领导去present他们的研究的结果 领导只会听自己想听 做出自己想做出的决断的 领导就是这么个东西 我跟你说 那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 就是是罗子是马 这AK跟Bearman两个人平年 对吧 就是有多强 其实我觉得其实一眼绝对能看出来 他强就是强 他不强就不行就是不行 好 但是我不是说AK这个Bearman不行 我只是说他们现在不行 就他们现在不是最棒的F2 就是F1的青年 潜在的青年 我觉得你这句话应该这么说 他们两个没有足够好的F2成绩 就只是这个 就是不能说他们两个就不是最好的 我们观点其实也不一样 我认为他们两个现在的水平就是不够行 对 因为我认为我是这个赛季的每一场F2比赛都从头到尾看完了 以我比较浅显的 对吧 其实也不太浅显了 我也看了很多F1 F2的比赛很多年了 我认为我也有这个判断的 场上的表现你给我拿出来的是 哪怕不考虑他们的车辆的性能 他们在场上做出的动作 那个出现失误的情况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并不是场上优势 这个速度最快表现最好 但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出现失误和包括你很挣扎的话 这跟车辆的性能就是很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车很烂的话 你就是会很容易出现失误 如果车调的不好的话 那就是你们说当时本田 或者说2014年的法拉利 F2都统归车了 明显不一样 你这个事情放到F1里面讲的话 可能比较有道理 对吧 我们看到拉赛尔的各种表现 在Volium 4的时候 但是F2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新旧的引擎技师的团队 但是他已经是赛车的差别 最小的比赛了 这个比你平时看到的 比如说斯帕24小时 我看到纽波格林 我们平时看到TCR 每一辆车都不一样 各种BOP 乐芒 F1 F2已经是这些 所有的主要的比赛里面 作为一个统归赛 差距最小的了 但是我们就说 Dalara和Macrochrome提供的引擎 就是通过这些 曾经在F2车队里头 然后包括围场里头干过的人 差距还是挺有 本身车的差距就有不少 二是什么呢 就是车队和车队之间调校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所以anyway我觉得这就是 anyways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这周又讨论了一遍 每周都约这俩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讨论 因为在有什么明确的东西之前 这不会有明显的结论 所以说明年就知道谁对谁错 不 要再吵一会 anyways 反正我觉得F2本周的情况 就是这俩依然发挥不行 然后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我看有人说 我的观点不是他们俩就行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法知道 我们该说啥 三次评 F1这周火气比较大 咱们吵架先放一段落 我们聊聊这种没什么利益相关的 聊聊你的SPA24小时的旅程 好的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 虽然人在纽波哥林 说SPA也是一种NTR的 首先大家知道 纽波哥林跟SPA这俩地就一个半小时 反正来这之前我是不知道 所以说假如当时出发前我知道的话 我就做好这行程了 这是非常临时的一个决定 我说我租了个车 跑纽波哥林来 那么说SPA24小时 这个是SPA24小时的100周年纪念 然后一共是66辆GT3赛车 而且它就没有别的组别 他们只有GT3 对是纯GT3 所以说非常的有意思 全世界这种走高端路线 瞧不起我们纽波哥林走平民路线 大家一起来玩 不同的点 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所以说这个周末 就说这个周末比赛撞了 我确实看到了一个 那是咋回事 在发车直到直接怼上了一个 像高速一样 一个没有放三角警示牌的停车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F1也说过 就是黄旗双黄旗车手不减速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赛会不罚 就是因为双黄旗车手们过去 有些人减速 有些人没减速 但没减速的人 他赛会不罚他 所以说减速 为啥 就是干的人太多了 是FIA sanctioned的吗 这个应该算是SRO 他们自己的 对 但是我觉得都一样 你想之前21年的阿塞拜疆 就是对吧 当时被赛盘爆胎了之后 一堆人卡卡卡过去 FIA当然都没罚 我觉得这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一直不罚 所以说大家 黄旗你要减速的话 你就吃大亏 所以说大家都不减速 都不减速的话 这种事故肯定早晚会发生 于是就发生了 就是当时俩车撞了一车 正好卡中间了 SOS出来进阿尔罗格湾之前 当时都是150-200kph的速度 非常吓人 前面车都闪开了 最后有一辆保时捷 一个卡给顶上去了 人有受伤吗 人都没事 所以说人已经在停车的车里面出来了 对吧 不是 他人在当时在车里 那都撞了没事 确实斯帕 但是GT3还是很硬的 防撞溃缩区 然后包括安全措施 这个倒还好 然后 斯帕24小时说比赛最好玩的是什么 23年的乐盲24小时全场冠军车手 Pierre Greedy 驾驶着51号法拉利 AF Corsa 在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候 已经是全场领先 胜利在望 十多秒的领跑优势 要进行倒数第二次还是倒数第一次进战 就是已经感觉都稳了 对吧 后面的话什么马丁 什么别的 不可以是一个法拉利的故事 不是 你知道这非常不法拉利是什么呢 这跟他自己一点关系没有 法拉利做的非常完美 速度又快又稳 最后的话还剩几个小时领先 要进战了对吧 然后到了进战口 一个狭窄的进战口 一辆绿色的兰博基尼 刚刚好卡在了进战口的中间 堵车了 倒霉也是咱们法拉利 基因当中磁带的一些成分 没有了 我其实没关注当局为什么 但反正正好给他卡利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所以他没能进战 对 他就在那卡着 卡着一直等到拖车 把那辆兰博基尼拖走 那辆法拉利才能进来进战 卡着了 就是他已经进了 对 他在维修区的入口里头 卡在那 然后后面那法拉利在那 就是无能狂怒 我都能想象皮尔规理当时什么心态 对吧 你你领跑 你还能最后几个小时马上充现了 百年斯帕这么重要的比赛 之前所有的团队 他的队友们 包括自己都做的这么完美 咱们被一辆兰博基尼 都是意大利的赛车卡 不愧是竞品 这个复仇 对这我跟你说这是今年纽博 这个对吧 这个兰博基尼的整个全世界的营销里面最伟大的一环 这这真的是我当时当时就看最后他第一节最后的领长台最后当然还第一名是谁是阿斯顿马丁重返了自上一次4824小时阿斯顿马丁赢得比赛还是1948年 哇好吧咱们魅影车队这次发挥如何 魅影车队这号的话也是要感谢魅影环球车队 Phantom Global Racing来是邀请我来到了这边 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活 就是来车队的内部去体验一下 位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当换台工了吗 换台了吗 没 没要求换台机会 就是大家看就是来调侃说什么法律换台工怎么怎么样 大家去现场看也首先这轮胎它多大个 二十多成 然后大家再去发表就是非常大 搬轮胎非常费劲的一件事 这帮技师们都是 虽然肚子有几个也挺大的 但是这个力量和壮 你不懂 你健身房里面那种大力的都是大肚子的 核心力量 当然技师们他们就还得跑 对吧 肚子的话 你在习惯上屁股还都很大的 这都是一些力量的根本 核心力量 所以换台这次的话是魅影环球 是国内的团队他们也现在在跑GTWC Asia 就是GTChallenge GT World Challenge Asia 然后包括国内的亚洲的PCCA卡雷达杯 然后这回的话是魅影车队和德国的team75 一起算是合作吧 team75 对 为啥不跟前面的74个队伍和 有点冷 对 德国笑话 What about the first 74 teams 对 就是和team75的这边合作 所以说车库里头是一半中国技师 一半德国技师 所以说感觉看这个文化的碰撞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碰撞碰撞了 需要没碰撞 就没物理碰撞 可以心灵碰撞了 对 具体的话 就是说这比赛跑的吧 就是魅影环球这次其实竞争力非常强 因为加上车手也很厉害 艾里克森 艾文斯和普雷宁 普雷宁的话是去年DTM的年度冠军 都是非常强势的车手 然后大部分的情况下 不管是排位还是super pole 还是比赛的前半程 基本上都是保持着最快的保时捷 而且中间其中一度还零跑全场 但是后面的话是因为有一次刹车盘出问题了 所以说进行了一个刹车盘的更换 一是乎直接掉了两圈 就完全没有竞争了 那还行 我觉得这第一次尝试一下 而且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的赛车人 在这个世界的赛车舞台上面 对吧 感受一下 参与一下 对吧 一半的技师 咱们会不会出现德国人换左边的轮子 中国人换右边的轮子 结果咱们的轮子没换好 或者明确 这具体的东西 AB test做的有点残忍 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 魅影车队他们应该有这一场比赛的纪录片 应该是首次中国车队 就是挥舞着中国国企的车队 来登上SPA24小时的舞台 当然同时还有UNO Racing 而且这必须得说 最后的话 Phantom Global是排第26 然后 但是竞争的是Pro组别 所以说就比较靠下了 但是UNO Racing虽然是在10名再往后 但是他们是作为PA组别 是荣获PA组别的组别第二 所以最后还是在场上 把领奖台上去了 带着五星红旗上去了 这还是很不错的一次大的胜利 OK 所以SPA怎么样走了吗 赛道只走了一号弯和Oruz下面 他没让走全场 但是SPA的边上 就所有能去到的辅导我全去了 各种退赛的时候吊车出入的地方 对 车队这边有好多这种小的电动车 我发现这边是真的好用 而且真的很必要 就是这种小电动踏板 scooter 对 就是电动小scooter 非常必要 那我觉得对有必要 下周咱们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 这个东西 咱可以整两台试试对吧 就是因为这些赛道里头太大太远了 而且SPA的话它是两个pit 就是F1 pit跟endurance pit 就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所以说你在围场上面一个下面 就是咋是F1停二楼 对F1停二楼 真停二楼 就是它SPA的话 咋设计的 这多少年了 SPA 这上百年 接近七八十年了 就是主直到发车直到 就是F1的发车直到 这不是上面 然后一号弯绕了一下之后 它有个下坡 然后去埃尔罗格湾 那块也有一个发车的地方 所以说是上面的话是F1 pit 下面是endurance pit 因为这次一共66辆车 都装满了 就都用上了 全都用上了 确实我在纽伯格林的时候 一个屁房塞4辆车 对 就是非常拥挤 就是在整个围场里头走 就是特别的挤 而且那四辆车是塞在一个F1 一辆车的大小里面 一辆车铺的大小里面 那个真的是塞的 就过道只能走一个人过去 对 这回我就是很荣幸能够有机会 一直在车户里头待着 所以他们那些数据什么之类 其实都能看着 这非常有意思 但你呆满24小时 呆满了 我从26号就到了 26号 没有我是说你在屁房里面呆了24 小时吗 我是边上走走 然后在屁房里转一转 然后去媒体中心待会 然后去边上走 我一直在 睡觉了吗 趴了半个小时差不多 可以 坚持下来了 坚持下来了 还不错 24小时现在还行 再过5年估计就受不了了 我刚才有说出来什么来的 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4%24小时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这个周二十七二周几 周三二周四的就是赛前 所有的赛车都会慢慢的 一个游行一直拉到小镇上面 就是斯帕的小镇 它会把边上几个地方都绕 然后都绕一遍 然后停在斯帕的小镇的中心 所有车所有的车停那 然后会有这种活动啊 打的游行啊庆典啊 然后对所有人都开放 就不是那种给你围栏拉着 然后离着远远的 然后就把台上加两句 不就是车就停那 你可以过去 你可以摸一摸这个车 摸摸这个尾翼摸摸那块那辆车 你可以跟这辆车手标 对50万 然后我当时看见有一辆隔壁一辆车 这前面的splitter上有个脚印 不知道谁踩的 就不大好 但是老板踩的 不是老板踩了就不在这了 对 但总体就是特别多的人 当时车应该是要等到7点才拉到小镇 但是5点的时候 这个巡游的路线上面周边就是 就像你之前说的 纽伯格林 早早的 这帮当地的local 或者赶过来看比赛的观众们 就小段一只坐那喝点酒 就这样等着 然后等着这个车 然后边上人山人海 大家都过来围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种氛围和现场粉丝的热情 真的是特别的出动 好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个准备的内容就这些 然后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开始回答问题了 然后我这边有一点点补充的话题 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先聊一下 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是 你说 就我听到有一个撒金特自己说 他每次坐进车里面 然后人家问他你放的第一首歌是啥 他说的是Lose Yourself You better lose 对 反正这个蛮有意思的 好 我们来回答问题 你要说脚田吗 还是 脚田 你说说不说 我原本想把脚田放到前面 说 这周有一个争执 然后是这个 但是其实在跟后面发生的场上的争夺 比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OK 我觉得可以提一下 我觉得就说角田之前在开车的时候 骂了周冠宇说他是个retard 然后这个事 首先这个事咋聊 你觉得应该咋聊 这锅甩给你 你来聊一聊 大家要理解一下 大家在西方的总体的这种环境下面 对于这种比较敏感的slur 应该怎么说 就这种带有侮辱性属性的词汇 敏感度是非常之高的 然后 就是有几个比较高 对 你看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为什么这个事首先是一个事 因为我可以骂117 你傻逼 对吧 这很正常 It's like fuck you 但如果说117你是个弱智 是不是就有点攻击性了 或者你是个智障 这个就不对了 听着就不那么 我觉得可能是在中文语境下 这个听起来攻击性还也是一般 但是就是所以说 我觉得要跟 你还想要再攻击性强烈一点 是吧 我们说不出来了 对吧 那就交给观众朋友们吧 来了来 各位请 所以说就是你看 我们我们现场演示了一下 就是在中文语境下 至少我觉得这个攻击性其实就还行 就是大家也能够听得到 但是在英文语境下或者这种欧美的语境下 用这些词汇是大忌 所以说这个事儿整得这么严重 大家可能觉得因为在10年前 Retal这词就是说弱智 就是一个词而已 然后大家也会这种平时会用 但是现在的话对吧 这个是肯定会越来越严格 是时候 所以最近干的越来越 建的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事儿 他为什么会是个事儿 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次 但是后续的处理 我认为角田在社交媒体上 各个平台发表了自己的道歉 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我相信他不是有意的 因为角田他就老喜欢骂人 有一次骂错字了 需要道个歉 确实也道了个歉 那么我觉得他有没有针对性 我觉得应该没有 因为对于他来说 英语水平的使用 他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 像native speaker这么的敏感 对于很多的词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可能retard跟什么fucker 跟什么idiot是同一词 但是他给自己惹了锅 所以被处罚骂一骂也是应该的 对你毕竟是在一个国际的市场上面 然后fe的主要受众会对这个很敏感 所以这个也是该锻炼一下 那是不是差不多我们来说 来回答IC吧 道歉声明还有语法错误 也可能是故意 对他那个道歉声明就看起来确实他自己 说明是他自己写的 所以显得其实挺真诚的 就是大家觉得对吧 因为很多情况这种就是这个pr manager 然后给你写一个就是滴水不漏的道歉 我们来说SA吧 首先感谢Yodo这个朋友的SA 说昨天真是离谱 然后两个SA说开赛前 说10点半等着同时听意大利国歌和荷兰国歌 结果斯帕被堵门红牛撞车摆给 他说斯帕24小时跟FE的冠军他都没等到 所以表达了一下愤怒 两个国歌一个都没听到 这里是说比利时车组 比利时车组是吧 因为当时我们当时在拍一个什么采访 所以说其实挺可惜的 Polium没去 这个领导台没过去 因为他在老远 就他在endurance pits 然后我们那个魅影车队是在FE pits 所以真的要走好远 说明电动的小scooter 小电动踏板车非常有必要 感觉是老汉最先起的头对吧 就是在围场里头起一小踏板 果然是时尚达人 带起了多少的风潮 你看扎个小辫子 连流药都每年修在七央去模仿一下 真把他给 对吧 这个铁佛寺 你当时在纽伯格林的时候 到底是谁把谁勾来 有看到这个多吗 就是小scooter 哪个scooter 全都是排的一排一排 而且都是公益品牌 9号 一半9号 然后有些Pure Electric 这次我看见了好多 下一个问题 我们来这边感谢 www.jkl 说334 对啊 这是一个4 为啥做不出去年55防11的精彩防守呢 这俩总觉得是一种很蠢的上头行为 55防11的精彩是 三四旁 我觉得这场比赛看起来 他们的防守特别的不够精彩 我认为有一个其中的原因是 在就是真正有效的动作往往不是最好看的 因为好看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你要给两个人互相留出了足够的位置 往往才会有很好看的攻防 但是呢 留出很好的位置 要不然一般是队友之间的礼让 要不然就是大家争的不是一特别重要的事 没有必要去吃那个罚食 或者就是特别害怕车队 把车撞了的话 这个不太好交代 属于害怕车损型的车手 这种只有一次机会 一定不能被超 或者一定要把它超掉的情况下 往往出现的争夺都是很nasty的 比如说当年汉密尔顿和威斯塔潘的超越 往往都是那一下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凸显两个点 一个是赛车的设计 就是这个气动规则 为什么当时21年 威斯塔潘和汉密尔顿都是下手那么狠 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 你这次超不过去 你跟着后面你轮胎就过软 你就绝对超不过去了 所以这两个人都会是一锤定音下狠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优势 还是我说为什么不好看 还是赛道的问题 就是奥地利只要赛道 你要想超 你只能内线扎进来三毫万 来去把对方挤出去 你要不把对方挤出去的话 他绝对能够在三到四毫万中间 这一段来给你反超 所以还是赛道 我觉得英国战不会这样 英国战会有更好看 买到这了 到时候也很有可能打练 我们来说下一个感谢Sam Stevens这位的朋友 说21年没被让七七测引擎吃罚退 这个算是用尽规则 但是赛道上危险动作感觉不能像村长说的这么正向吧 有好好讨论 赛道上危险 赛道上危险就是也分 因为你看韦萨班跟诺里斯这俩已经是杀的差不多快停了 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碰一下就还行 对吧 你要是像什么 51G 对51G 或者 确实 就是把规则用尽 且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 一般是车手们会做到的极致 为什么当初51G被喷 也是因为内下的动作会造成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当年塞纳也老因为这样的事情被喷 就是因为他很多的时候做的动作会可能造成对手的生命危险 但是他更在乎冠军 对 你看不管是当时和普罗斯特碰 还是或者说这几年这种什么阿龙索的各种起飞 然后这种高速上面的碰 这种的危险 或者当时舒马赫 对吧 把对手 巴里泄罗 对 把对手往墙上挤 这种危险 给你当了这么多年聊机 你把人家往 你想高速上面 把他往水罐上面挤 你真的觉得现在想想 你依然觉得很气 作为巴里泄罗的视角 对 当然我是觉得 不管是不是巴里泄罗 他都会能不能这样做 他不会因为你 特别对于舒马赫这样的车手 头魂一带 在赛场上 他不会因为这个对吧 个人恩怨或者多少年的好队友 而是说这块我就要这么干 我就要这么凶 就是场上场下 他们还是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来说下一个感谢 www.jk要说 为啥这战小周第一圈就开始被要求省油 一般比赛要加多少油 老汉是不是要后悔去法拉利了 我读的好奇怪 为啥F2好几年了 含金量越来越差 第一圈开始要求省油 有可能确实是 上次是不是他也要省油来着 就是以索柏的这个形式风格来看 确实有可能是加油加少了 对 就是大家要理解就是赛车里头特别是跑的久的什么耐力赛 或者就是F1 其实会有这些这种不把油加满 因为有的时候你是要去拼那么一点重量 你在起步的时候 或者在超车的时候 把燃油流量模式调高 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来用通过Lift and Coast 因为现在你没法调引擎模式了 通过叫台油滑行来去进行省油 一般比赛要加多少油 就是 150 不对 100千克 不是 但是最多加那么多 你可以少加 你只要保证最后跑完了之后 有一升能抽出来就行 你是可以少加 可以一直可以少加 一般车队的不会加到满 但是之前也有多加的 2019年阿布扎比站 是阿布扎比还是美国站 当然罗克拉尔 就是法拉利引擎风波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次是偷偷 也不知道偷偷 反正就加油加多了 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真不小心 老汉是不是要后悔去法拉利了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他没有什么别的 去法拉利 他也不是为了 我觉得汉密尔顿完全准备好的去法拉利拉垮两年 因为对于他来说 其实都一样 在梅奔再晃到两年 跟去法拉利再晃到两年 最后的收益肯定是在法拉利晃一晃比较好 所以才会去法拉利的 对假如没有能够争贯的话 那在梅奔也是第二第三逛的 法拉利也是第二第三逛的 但区别是那是法拉利 对吧 而且梅奔这边不乐意给这种老汉想要的长远 那就更无脑选择了 F2好几年为啥含情量越来越差 确实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F1里头的 现任的车手平均水平太高了 你看皮亚斯里 就是已经在低组别顶到满了到F1里头也很强 那就是不像是那么强 那诺里斯F2也只不过拿了一个第二 反而是拉塞尔现在好像觉得对吧 差点意思 我又想到了我说的理论 就是F1的冠军车手是一代一代的出现的 对 确实 也许就是看现在的咱们 其实这一代从小被看起来 大家觉得非常不错的几个车手 就是AKA 贝尔曼和波特莱托 波特莱托 正好三个人 一个是法拉利 一个是奔驰 一个是麦凯伦 清训 这个是大家觉得可能 我们有这一代的黄金车手要出现了 但是感觉至少从现在的F2来看 可能也没到 不知道下一代的黄金车手 要多久之后才会出现 毕竟你想上一代黄金车手 从85 86 87这个年代 是要等10年 97 98 99才有下一代的黄金车手出现的 这中间差了12年 中间你想 我今天还想说真的挺拉垮的 现在场上表现非常拉垮的三位车手 都是叫做90一代 比卡多 波塔斯和佩雷斯 这仨有点不堪 原本应该90年左右的车手 现在应该是中流抵住黄金生涯最好的阶段 但是确实这一代是没起来 然后其他的话再往后 还有三四卡 然后再往后就是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期待 就是F2的含金量 确实这两年看起来跑的第一第二第三都不是特别的受重视 也没有被认为是天台车手 所以也许下一代要再往后面推了 大家可以现在去关注一下 比如说你要真的想看年轻车手的话 看一下 不不不 你去看一下卡丁车的世界冠军 这两年的冠军车手表现如何 这可能是一个看点 或者看意大利F4里头看小村长 上周还吃一口发说小村长在 不要管人家叫小村长了 人家对吧 原来有自己的名字 jack master 崔之 Vin 反正说他上周在宁赛n 我们来说下一个 感谢 车德� illusions sus 村长说的这俩跑得不错的人 基本靠是不出错 F2里面稳出来的冠军就证明这一届烂了 但皮亚斯里也挺稳的 皮亚斯里属于F3F5 我知道他说的这个感觉 其实就是通过每一场都拿个那种 三四五名偶尔拿个第一 最后一个赛季下来 因为积分不错拿到冠军 不像是皮亚斯特里就是 我排队在第几都能冲到第一名去 这种确实是比不了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就是如果只是靠不犯错 每场拿三四五六的成绩 靠积分累出来的F2冠军 往往不会特别的受重视 但是你看就算 不管是这个什么Jogovic 还是Bossier发行一般 Jogovic其实那年MP是跑得非常好 但是就可能是车队们 第三年 对车队们加上可能觉得 其他的竞争对手水平也一般 我觉得Bearman可能最大的职业 是一样的障碍 就是他如果今年再不进F2 F1明年就是第三年 三年F2是一个很大的诅咒 我们来说下一个 感谢Charles Leclerc11 我们有Charles Leclerc 下一个问题还是小田寓意 首先说勒扣摩大哥之后三场比赛 进了14战 我法换太空以赛带练 最后成功1.95秒拿下最快 有什么用呢 我就问你 不 我觉得这个发言 这个段子写得非常的好 我认为大家应该为 这个Charles Leclerc11 而且再加上他的名字 对吧 这段双簧演得就非常的到位 我认为应该给 这位段子手一点掌声 确实三场比赛进了14战 为啥他要进那么多战的这场比赛 我都没仔细看 我也其实没仔细看 对于两个这场比赛都没有特别仔细看的人 我们 对我只仔细看了你们希望 你们肯定希望我们仔细讨论的这个碰撞 以及前后的原因和事故 确实在对尾这个进了很多次战的乐扣 好像还跟周冠宇有一番搏斗 对他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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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 然后周冠宇还被阿龙索怼了 对蛮有意思了 好奇怪阿龙索这一场发挥是真的了 就是 车也不行人也不行 我问你是车不行还是人不行 要起 我觉得都有 我觉得都有 哎呦 为什么你说咱们人不行呢 车明明不行的情况下 我并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 可以讨论人到底行不行这个问题 因为斯多尔是定量 因为大家都知道斯多尔大概什么水平 但是斯多尔我们都知道 他很不稳定 但是我们的数据足够多 他说不定发挥就好了 他说不定发挥就不好了 斯多尔从他 所以我博也不觉得 我觉得是车的问题 不是车是有很大问题 就是车很明显是有很大问题 但是他本身 就是车有很大问题的时候 阿龙索 壮年时候的阿龙索应该怎么样 就是在车有很大问题的情况下 就算拿不到积分 拿不到好成绩也能吊打都有 但是斯多尔这样的水平 我们从2017年以来 斯多尔从来没有过稳定的 长时间的发挥 不要说斯多尔的水平这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永远讲不完 就跟他的合同续约一样 永远不会结束的讨论 对 所以我们来说 矫田玉的这位朋友的问题 矫田玉 矫田 说如果不是亚洲人 他铁要被冲烂 这周没啥问题了 祝飞时圈越来越好 好 感谢矫田 矫田也越来越好 之后注意这点 不要口出狂言 他说如果不是亚洲人的话 会被冲烂 有道理 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话 因为一些语言的失误 被原谅的可能性 确实会高一点 再加上矫田大家也一直知道 也是喜欢他 所以说 如果你不想 比如说如果你要是不想被 因为一些 你就一直骂人 大家就不会觉得 你骂人是一个特别出格的事 嗨 矫田嘛 是吧 所以如果你以后想什么 做什么事的话 先铺裂一下 对 就把这个做好预期管理最重要 我来说下一个 感谢马沙拉 感谢马沙拉 老师的这一个SA 说八零和银室也都是双PIT 银室的另一个PIT 在F1周末一般会给电赛用吗 这样他们不用去空地搭临时帐篷 如果比赛多的话 肯定会用 就是在Brooklands那边的老的PIT 就是这对这么说过来 这种双叫什么 双发车指导的赛道 还都蛮有意思的 我们说巴林斯帕银室 对吧 这是不同的 你看上赛就没有双PIT 所以这个地方举办不了什么 就是大规模的比赛 就是这种 就是在比利时这好 乡村风情 天园风光 德国这边也是 Stay out 我们来说下一个 感谢努力调出的ATA 对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想表达一下 我们一点都没有聊 拉塞尔夺冠的事 甚至我们都没有提他的名字 提他的名字 但只是说下一代车手 和奏国歌的时候 没什么意外的 就是皮夹捡到了 史上最无存在感的冠军了吧 至少这几年是吧 你们还能够想到一个 就是比拉塞尔夺冠还令人 完全没有感觉的 太没存在感了 以前那种减皮夹的冠军 比如说维斯塔班的首胜 人家其实也蛮有存在感 也是整场 就是有不少的自己的表现 我觉得主要还是首胜 因为拉塞尔他不是首胜 他这个巴西战拿过了 如果这是首胜的话 大家会关注再多一点 你想当时匈牙利 对吧 奥康的首胜 然后加斯利在蒙扎的首胜 大家关注非常多 那也是减皮夹 但是作为首胜 还是非常的意义非凡的 因为毕竟现在的话 能征贯的车就那么多 所以说这种非常规的 什么维斯塔班 勒克拉尔三斯 这些车手诺利斯 让我想到 这比赛像什么 I have a Max I have a Norris 碰 Russell 虽然就是很 不知道无厘头的一种 表达方式 但是就大概在我的心中 是这么一个形象 就维斯塔班跟诺利斯 消消乐了 对因为他这个拉塞尔 假如不是维斯塔班和诺利斯的话 他确实没有任何的竞争 而且假如皮尔斯塔利那圈没被删的话 那就是皮尔斯塔利了 就其实跟拉塞尔没啥关系 但是很 就是拉塞尔这场开的也确实不错 然后你得在除了那俩人之外的 最靠前你才能捡到该捡的皮夹 所以蛮不错 但是没啥讨论点 我们说努力教程的ATA 感谢这个朋友说 攀子手大眼诺里斯 这是在说啥呢 就是拉塞尔大眼 这个手往两边一撑 你们俩走开 我冠军 因为我这块上面 他换了个行 对 拉塞尔这个T pose 就是他完全接受和拥抱的这个Meme 还挺好的 创建了自己的一个 但是 但是不帅是吗 这个第二次用了之后 嗯有一点就是 Cringy 嗯 需要be more creative 但是be cringy其实是拉塞尔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he is cringy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我确实想了很多次就cringe这个词怎么翻译 但是就是英文的表达特别到外 中文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和 有不说有点也不叫有点尴尬 反正有点难受 有点 别扭 嗯 别扭 就是怎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合适 对对对 集思馆 就有点cringy 有点corny 有点 而他那个动作也就稍微啪做了一下 也没有非常好好的去展示这种胶 就感觉就是完全为了符合网友们的一个讨论的梗 然后做一下 我是不是对于拉塞尔的偏见太强了 怎么感觉人家做个啥 我都要批评一下 我要先批评一下自己这个事 对非常的有自知之明 对我觉得他这挺好的 这个算是拥抱一个梗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庆祝动作 你知道之前我不知道韦萨潘是不是故意的 韦萨潘当时依莫拉胜利的时候 他特别像摇摇剧给人的感觉 你还别说这有点这意思 大豪拉塞尔呗 不好意思 以后拉塞尔大豪 我是比拉塞尔 我比拉塞尔大 ok 你知道伊莫拉的时候 当时韦萨潘不是拿了一天拿俩冠军吗 iRacing的24小时和他当时出来之后 他是做了双手 这个手势 大家猜是不是这个致敬Iris那个logo 所以就是这一代青年 好吧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我又cringe了 下一个感谢www.jk 这一点不是特别大 气量的比发生啥了 完全不记得 问题就在这 对 然后皮亚斯里冲55核耀拼内斗跑得不错 对其他家伙 大家伙都跑挺不错的 但就是讨论点都在前面 ok 我们来说下一个感谢 matia pinotto hk 翻加了 两炮有没有觉得霍庚伯格大鱼佩雷兹长跑稳定性和单圈都好强 这俩的话做过 我同意 你说啥 我是配黑现在 配黑 不是 但问题就是在于这俩做过队友 几年里头下来积分配雷兹都更强 这不是什么理论上 就这俩都在同一个时候的做过队友 就是还挺明显的 单圈霍庚伯格更强 然后正赛长距离轮对轮什么之类的 佩雷兹更优 这俩其实我觉得很旗鼓相当 这俩搭配其实很优秀的搭配 所以当时印度力量还挺强的 但确实有一点要说的是 我们在跟霍庚伯格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他表现好的比赛 我们在看佩雷兹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他表现不好的比赛 与你的关注点不一样 而且重点是什么 就是霍庚伯格没有一个韦斯达帆级别的队友 就算当时三思18年那一年 而三思那一年其实是很不适应雷兹那车 所以霍庚伯格没有这种特别强大的 这种世界冠军级别的队友来去我们看出来差异 你看霍庚伯格连利卡多都没打过 而利卡多在维斯达帆身旁还是稍显逊色 还是能够看出来这种顶级的大车队的车手 和中游车手的一些差距 Sir Lewis44 咱们这个有代入感的用户ID越来越多 我这几场434啥时候哥们再夺个冠 确实老汉两次在没本21年之后夺冠的机会 其实都没拿到 上一次是22年的巴西战 这回的话是24年的奥地利战 全都让拉塞尔了 有点可惜对吧 感觉 汉米尔顿这场有夺冠的机会 没有 所以说有点可惜 老汉夺冠 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运气好的话也是有希望的 毕竟现在每个赛季的比赛数量足够多 我觉得有几个一个是英国战就是下轴 我觉得是有一定概率的 然后巴西 就是他俩主场 一个主场一个精神主场 这两个就一般来说都是没本 车辆不错 然后老汉个人也是非常强的 强势的赛道 所以这两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 但也有可能21年的沙特战就是老汉的最后没本一贯 很有可能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自己某一个 比如说 新加坡06年的舒马赫 对吧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想到那是自己的最后一贯 对 然后新加坡 还有谁 阿龙索是 13年的 是西班牙吧 不知道 这个期待一下 Kimi Kimi最后一个美国人 Kimi那个是夺冠挺没想到的 对 Fucking finally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Crafty解说嘴瓢了 It's Kimi Raikkonen After 113 years Racist 然后他极其把这让给讲了 这贼讨厌 就是嘴瓢说是113年 OK 我们来说下一个感谢Turbo Sabre这个朋友的Essay 说NFL新赛季好像快开赛了 村上有没有这种做NFL节目的想法入坑节目这种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做内容越做你就会越难跨界去做别的内容了 对吧 你也能够感觉到 是的 NFL的话说实话跨度有点太大 你看是吧 NFL 我说实话看的也不多 我会每个赛季可能看个四五场五六场时间 包括会有一些那种早上起来时间还不错 就看一眼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NFL 认人真的是太难了 你看几乎所有的体育一定是跟一个人走的 你得去认识几个人或者跟一支队至少 但其实你看的还是人 对那肯定 NFL的问题你现在就是55个人 OK 一个队55个人 一场比赛有110个人 你只去追明星对吧 你去看马虹 看谁 但是因为你不会持续的关注他 他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大多数的时候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OK 我们来说下一个 感谢盐酸 硕是什么 硕流光 这个朋友的SA 说我奔真的 这个不是日语 也不认识 对中文也不好 感谢这个朋友的SA 说我奔真的回来了吗 拖拖赛后说今年要跟老汉赢一场 下半年最有机会的是匈牙利吗 对刚才忘说了匈牙利也是 匈牙利也是老汉 和美奔的今年有史赛道 二年的甘位二三年的甘位 但是这些都没转化成胜利 看看今年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 今年这个车如果有甘位的话 是有一定的概率 我觉得今年梅奔夺冠的概率 可以说是更大 也可以说是更小 因为如果今年梅奔拿到甘位 转化胜利的话 他需要击败的车队更多 但是他能够击败车队概率的机会也更大 反正表达明白这个意思 区别就是过去两年 大部分情况下 你要想拿胜利打败韦斯塔盘就行 现在的话你得打败韦斯塔盘跟诺里斯 有时候匹亚斯塔盘也在 觉得比较难 对 但是今年的梅奔总体上跟这几个车比起来的差距又有所变效 对 所以期待百事赞助的 对 好 我今天就拿了个百事 但我没那么喜欢喝百事吃 OK 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到这 我好饿 我今天还没吃饭 好吧 那就需要麦当劳再煮一下了 来了 村长 现场 纽伯格林再到这会儿有啥好吃的 没有 没有任何好吃的 你不要想了 做梦去吧 OK 我跟你说 我估计你 在Nuburg宝旁边的有一家餐厅里面的 Schnitzel还是蛮好吃的 Schnitzel Schnitzel容易吃的 比较顶 你咋逼声这么多 还没顶 你可太顶了 我没说不去 我这个试取 Nuburg应该要开两分钟 Nuburg Nuburg Nuburg还挺近 我看这两分钟就到了 你租车了吗 我租了 我咋来的呀 我就腿过来的 你租了个什么车 准备去跑一圈吗 不是 租的车肯定不能去跑 我准备在这儿 这儿倒是租一个 我租的车就跑跑赛道的没定了 我定了一个明天的GT32S的taxi 哇 多少钱一圈 三百六首 哇就一圈 一圈还是两圈 我忘了 反正去体验一下 就是来都来了 那你也算是做过GT3RS的人了 对 那我们两个一下就有阶级插具了 来都来了 因为你平时不会有机会做GT3的 因为哪有GT3带副驾 对不是GT3 是GT3RS 对RS 我满脑子都是GT3了 对GT3你啥 爬车顶或者过着防滚架 这么说你准备自己租啥 我建议你租个破车 我肯定租破车 咱们播客的时候是我一个人聊 然后大家再怀念要计 之前那有一哥们 就是你给我推荐那个纽北的 他说租个mini Cooper 或者啥的 Coopers S 或者租个宝马的235这种 对 那个车你正好还开过 235其实可以 但是其实感觉应该租个前区的 anyway 我明天看看 我明天去看看 千万不要push 纽北算了吧 感受一下行了 纽北 反正我肯定不敢push anyway 又不是上赛 上赛又缓程区 纽北的话 看我们下周的直播是117是在家里做 还是在病床上做 还是没得做 对 就看这了 OK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然后下周的直播正赛 会在腾讯体育上面 大家可以去关注村长托马斯的直播间 一定要提前来 一定要提前来 下周的正赛是周日的 有特别活动 非常有意思 到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揭晓 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点 大家想要想加群的话 去私信我会给大家发进群指引 B站的包月充电和喜马拉雅的西密团会员 可以听到抢先听版本 127 有北事故极紧见哦 好 那么离那个远一点 离那个远一点 还有事 多给我们写点评价 多去安利一下我们的播客 今天就这样 大家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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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